欢迎来到美厅 千万不要小看鸵鸟效应 之前热播的电视剧《底线》中 女销售李方宁 因长期被同事全志鹏的贤猪手骚扰 忍无可忍把她告上了法庭 曾经她也选择了稀释宁人 但是换来的却是对方的变本加厉 最终她的勇敢和坚持 感动了母亲和同事 也让更多受性骚扰的女性觉醒 法律还了她一个迟来的公道 原来懦弱必让并不能真正的委屈求全 只有敢于拒绝和反抗 才能防止悲剧的蔓延 当遇到危险时 身体硕大的鸵鸟 常常会把头埋进沙子里来躲避灾祸 以为自己眼睛藏起来就是安全 心理学家把这种消极的心态称之为鸵鸟效应 在现实生活中 常常有人会像鸵鸟一样 用躲避忍让或视而不见的方式去苟且偷生 但是并不能换来真正的安全和宁静 更得不到他人的尊重 与其消极退让 不如勇敢面对 迎难而上 才能赢得逆风翻盘的有力时机 一 消极逃避 只不过是自欺欺人 唐伯虎是唐代著名的大画家 无论是点秋香的传说 还是桃花线的悠闲 都给这位风流才子增添了几分浪漫气息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他 可没有那么潇洒 他原本是相视第一的界缘 却在会事中卷入一场科举舞弊案 结果入了陵雨 罢了官职 断了前程 失意孤独的唐伯虎 游荡于山水之间 把家底败个金光 又染上重病 只能靠卖化来谋生 纵情与酒色以至于 妻子沈九娘病逝后 她穷得连生计都成了问题 却依旧醉生梦死 最后扔下年幼的女儿 54岁就撒手人寰 连棺材本都没留下 堂堂一代江南才子 竟然落到如此地步 让世人皆探玩 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 唐伯虎总是一味地逃避 得过且过 后半生浑浑噩噩 晚年更是气气惨惨 为自己描绘了一幅 虎头蛇尾的残卷 罗曼罗兰曾说过 庸庸碌碌 心安理得的 过下去是不道德的 而自动从战斗中退缩的 则是一个懦夫 电视剧《消失的孩子》中 名校毕业的援武 原本可以凭 努力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他却因是堵成性 而变得一无所有 沦落为啃老族 仍不知悔改 德国且过的日子 让他丧失了斗志 父亲的促然离世 也没有让他幡然醒悟 他不仅没有直面现状 还用愚蠢的办法 隐藏父亲尸体 然而躲避 并不是长久之计 他每天都活在愧疚和惊恐中 难以解脱 与其苟且偷生的躲藏 不如大大方方的面对 有时问题 就像剧中那父亲的尸体 不从根本上解决 是不会真正消失的 并且时间越久 麻烦越大 最终到了不可收场的地步 害人也害己 遇到灾祸 消极躲避 只是自欺欺人 坦然接受 才能迎刃而解 二 勇敢面对 才有机会逆袭 刘同在 《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中说 逃避 就一直是输家 唯有面对 才是要赢的第一步 1975年 26岁的运动员夏波瑜 第一次攀登珠峰时 把睡袋让给一个藏族同胞 结果自己动伤 双小腿被截制 但他并没有熄灭 继续攀登珠峰的梦想 而是带上甲之不断练习 然而 老天并没有因为他的艰辛不易 而网开一面 反倒刁难连连 绝症 天灾 人祸 让他四次冲锋 四次失败 最可惜的一次 距离峰顶 只有短短的94米 但他还是被残酷的暴风雪 逼下山来 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说过 一个人可以被摧毁 但不能被打败 意志坚如磐石的夏波瑜 就像圣地亚哥一样 是打不倒的硬汉 2018年 69岁的夏波瑜 第五次向珠峰庭界 成了中国第一个 依靠甲之登上珠峰的人 成功挑战了世人眼中的不可能 莫伯桑说过 只要有一种无穷的自信 充满了心灵 再凭着坚强的意志 和独立不羁的才智 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个下岗的妈妈 借钱开了一家小吃摊 但由于受疫情影响 半年都没有开张 连儿子大学的费用都难以支付 无意中 他刷到一个全职妈妈做早餐的小视频 于是灵感大发 也在网站上做各色美食 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粉丝 还为不少商家带货 胜意一片兴隆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你若精彩 天自安排 真正聪明的人 从来不会把逃避 当作解决问题的办法 困境未必都是绝境 唯有勇敢面对才能迎刃而解 电影当幸福来敲门 来源于投资专家克里斯的真实故事 主人公克里斯每天奔波于各家医院和诊所 推销他的古密度扫描仪 但辛苦成了徒劳无功 他一台机器也没卖出去 生活陷入窘境 于是他想转行做证券经纪人 并主动向该公司经理推荐自己 在一次次悲剧后 他最终用努力和坚持换来了宝贵的机会 最后成为一名出色的金融投资家 影片中有一句经典台词令人深思 当你最认为困难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最接近成功的时候 所以面对困难我们不必退缩 幸福的大门只和你有一步之遥 只看你有没有勇气推开 女孩明明不幸被检查出乳腺癌 不向命运低头的她 配合医生积极治疗 天天发抖音为自己打扣 与病魔抗争 也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和祝福 半年后 他康复出院 但是却无法继续去过高强度的工作 于是他发挥了从小学画的特长 在直播间里教网友们画画 反倒吸引了大量的粉丝 既可以为并有打气加油 又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增添色彩 和大家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明明的心中一片春暖花开 很喜欢网上流传很火的一句话 有风有雨是人生的常态 迎难而上才能够逆风翻盘 每个人脚下的路 不可能总是一马平穿 常会遇到崎岖坎坷 荆棘密布 与其绕路闪躲 不如披荆斩棘 躲避退让或许会满盘皆输 主动出击 可能将东山再起 披挂上阵 长鹰在手 你也可以做真的英雄 已经告诉我们 用行动来脱困会带来吉祥 面对相同的遭遇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而不同的选择 也决定了不同的命运 消极躲避 视而不见 只能坐简自负 被困难彻底击败 勇于正式 主动亮剑 才能杀出重围 换来更多的转机 自信 才有希望 行动 才会成功 勇敢 才能逆袭 主动 才可完胜 逆风飞翔的我们 也可以坚强如斯 勇者无敌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